台灣首度出現高傳染力的H5N6禽流感病毒 在花蓮玉里田間死亡的幼兒身上 首度驗出H5N6高病原禽流感病毒 由於這個病毒已經在日本、韓國造成大規模感染 防檢局高度警戒 研判病毒可能是透過後料傳遞 在日本、韓國造成重大疫情的H5N6禽流感病毒 首度出現在台灣 防檢局委託不是野料學會 執行後料禽流感監測時候 在花蓮玉里通往三民的田家小路上面 執到一隻死亡有何 送往加粗衛生試驗所檢測之後 確認是H5N6禽流感病毒 初步分析部分核酸序列 與韓國、日本爆發的病毒 有99%極高的相似度 目前已經針對濕獲地點 周圍半徑三公里內的養禽場 進行採養檢測管制 防檢局表示 首度驗出H5N6病毒 顯示台灣位於候鳥遷復途徑 生亞型病毒入侵的風險甚高 未來將會等到抽驗報告出爐 確定是陰性之後才能夠決定 是否要解除管制 或者是進行銷毀 行政院內閣改組 即將接任衛福部長的陳時中表示 未來政策方向不會改變 人士亦都力求穩定 針對日本核災食品開放問題 陳時中強調食品一定是安全第一 其他政策要等他上任之後 了解業務才能夠談 連續說了好幾次壓力真是很大 即將接任衛福部長的陳時中 延伸衛福部聽取業務報告 他表示上任之後 未來政策方向不會改變 人士亦都力求穩定 至於有媒體報道 陳時中上任之後 將會把現行衛福部事辦的 憲保據明核山制度進行檢討是否續辦 引發部分醫界人士反彈 對此陳時中說 還會再跟醫界進行溝通 而即將卸任的衛福部長林奏賢 出席新春團拜的時候 低調不願回應落台原因 正是強調長照2.0驗墓 還有很多事辦計劃未完成 這些都是令他最不放心 另外林奏賢強調 一個月前已經啟動三代劍堡的規劃 整個過程要6到8年的時間 亦都已經將業務交給准衛福部長陳時中 國人生育內片低 國健儲從104年起 補助中低收入互不認證治療 但是成效不如預期 總統府顧問 亦都是不認證治療權威醫師李茂勝表示 中低收入家庭的問題 不在生而在於養 真是要聘生育率可以比照日漢 將補助抗給一般民眾 生育女一直這樣跌 台灣社會正快速老化 為了提高生育女國健儲從104年 補助中低收入互不認證治療 對象是低收入互中低收入互 符合資格的夫妻 每年可以申請10萬元 不過實施兩年來 第一年只有10件申請看 第二年也只有14件 成效不如預期 總統府顧問 亦都是不認證治療權威醫師李茂勝就自出 這個政策補助對象錯誤 認為中低收入家庭的問題 不在生而在於養 政府如果是考量預算 應該制定排庫條款之後 抗給一般民眾 李茂勝亦都認為 除了修正生育補助政策 政府亦都應該同時思考 托育和教育政策 因為不少人不敢生小孩 是因為社會支持系統太差 托育困難 政策要多管齊下 才能夠提高民眾 生養小孩的意願 北地一例日幼 統聯客運在臉書粉絲團宣布 從13日開始調掌票價 好像是台北到高雄線促銷時段 原本是399元 調整之後是470元 台北到台南線 調整之後是370元 至於其他客運業者 亦都打算加價 不過調帳時間和帳風還在此嫌疑 國度客運轉運站裏面 搭乘的旅客 還真是不少 但受到一例一憂的影響 統聯客運在臉書粉絲團宣布 從2月13日起開始調掌票價 調整統聯九成的路線 主要路線平均帳風22% 台北到高雄調掌50元到80元 台北到台中調掌40元到70元 台北到台南調掌60元到150元 促銷時段帳風更加達到68.1% 好像是台北到高雄線 促銷時段原本是399元 調整之後是470元 台北到台南路線調整之後是370元 統聯表示在勞動新規影響下 加班費大幅提高 加上油價逐步走陽 總營運成本增加已經超過公司 能夠負荷的範圍 因此決定調整票價 不單止是統聯宣佈價 包括和恩、國光等業者 亦都蠢蠢欲動 面對業者票價調整 公路總局表示 本來就希望國度客運業者 完消節之後再調整票價 統聯客運並沒有違反 公路總局的協議 印刑一例一幼 中華油證公司原本要將 周路營業的287間油股 縮減至至剩一半 但是被交通部長賀陳彈 認為不便民之後 中華油證公司宣布 將維持現有287間油股 在周路營業之外 另外新增高雄佛工油股 總共是288間 在周路提供服務 粗略估計將會增加2億元的加班費 人事成本 人營一例一憂 人力成本大增 中華油證公司原本宣布 縮減周路服務的油股 到140間左右 但是被交通部長賀陳彈要求 重新評估更便民的方式之後 政策大轉換 中華油證公司宣布 現在有287間周路營業的油股 未來周路都將會繼續營業 另外還新增高雄佛工油股 在每個月第二周的周路提供服務 營業時間從早8點30分 然後到9點開門 一樣服務到中午12點 周六服務的油股不減反增 粗略估計至少增加2億元加班費 中華油證公司表示 已經與員工達成協議 周六出勤員工照勞機法 領加班費 對此油證公會表示 如果不是值班保休 而是真是可以領加班費的話 可以接受 大工會亦都認為 就算派加班費 還是不能解決人力不中問題 由於油股員工這兩年 面臨退休潮 預估人力缺口還會再擴大 呼籲公司要正視增補人力問題 柬埔寨總理韓森 四號和華人代表新年聚會時候 公開表示 堅定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將不允許中華民國國旗 出現在柬埔寨國內 正是能夠同意和台灣做生意的經貿交流 對此外交部正是表示 對韓森的言行無評論 繼中國大陸施壓來過 要求我駐內辦事處集牌 更名並且遷出首都 又再傳一起外交圍堵事件 柬埔寨總理韓森四號 和柬埔寨國華僑新年聚會時候 公開表示柬埔寨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柬埔寨國任何公開場合 都不准掛起台灣國旗 不過韓森仍然強調 對台灣闖開投資大門 對此外交部不評論 根據柬埔寨高明日報報道 韓森拒絕台灣在柬埔寨代表處 過去在馬政府時期 台灣外貿協會2009年和2014年 曾經兩度想在金邊設台灣貿易中心 但都無法達成 韓森還強調 目前正是支持台簡設立直飛航班 外界就擔心韓森的表態 恐怕對柬埔寨台商有所影響 外交部強調 目前仍然保持和台商密切聯繫 而柬埔寨事件和內國事件幾乎如出一切 內國事件後續至今 外交部仍然表示沒有進一步消息 但該做的努力都已經在做 在1804年回國礦廠投資的印尼台商徵場實業 經過一年的運作 在紡織領域以專業的掩整坐制 和各項原物料獲得客戶肯定 委員長吳慎興特地前往徵場實業實地參觀 了解工廠運作還有規模 並且期免他們能夠成為台商歸如返鄉投資的模範 走入位於桃園大園區的廠區 看起來和一般的工廠沒有太大差別 但裏面生產運轉的其實是世界知名運動品牌 所指定的紡織原物料 供應商徵場實業是印尼橋商 同時亦都是橋毛諮詢委員的缺陣 以及夫人缺乘雲子 在海外投資事業有成之後 回國礦廠投資的基地之一 橋委會委員長吳慎興 特別抽時間前往房市 了解台商歸如返鄉之後的投資現況和成果 我想台灣有很充沛的這種高級的人力 那麼能夠來搭配我們台商下一個階段產業升級 能夠然後再行銷全世界整個這樣的一種產業鏈的布局 我覺得台灣應該也是我們所有台商朋友 我們華僑橋橋商朋友 大家可以來思考首選的一個地方 成立在1968年的徵場實業 是目前國內房資、染整用、坐製、專業生產廠商 為了因應歐洲布魯塞爾發規需要 以綠能、環保和無獨趨勢做規劃 同步擴充設備和產能 正常實驗目前在印尼擁有廠區之外 在越南擴展的平洋廠 也預計今年將加入營運 提升東南亞市場的服務效率 缺陣夫婦用心積極投入事業 亦都不忘返國、增進投資 是歸如返鄉 再創高峰的成功案例 高中生在1月21日考完大學學測之後 3月份要準備申請和推印入學 有250多位高中教育人員、投書媒體 指出現行兩階段的大學校照制度 影響到高中三年的完整學習 令到很多學生在畢業的時候 只有高中前兩年的教育程度 大學學測考員、學生要開始進入 凡省、個人申請等因選入學的備戰狀態 但有很多高中的教育人員發現 現行二階段的大學校照制度 嚴重影響高中三年的完整學習 有鑑於在現行制度下 很多學生、考員、學測 深思都已經在準備3至5月的申請、複視等階段 所以不會將重心留在課堂上 因此傳台有250多名高中校長和主任聯署投書 提出較為理想的考招方案 建議學測可以考國英數3科 等5月高中的課程結束之後 6月再進行分科測驗 7月展開後續的申請入學 國內首次由高中端自主發起聯署 不要大學招生政策大學說了算 希望教育部和大學端正視高中的主體性 令到學生能夠有完整的課程學習 這樣一來 教改精神才能夠被真正落實 206大地震屆滿一周年 在地震中痛失子女的夫婦 為了將小去的孩子生回來 目前已經有3位新生兒陸續報道 希望能夠一步步回復正常生活 在吃東西滿足的表情令外界看不出 一年前他們正面臨生離死別的關鍵 圍觀大樓倒塌屆滿一年 台南市長賴清德特別邀請七位 失去父母的小朋友吃西餐 希望透過關懷等他們的生活步上軌道 而失去雙親的鄭氏姊妹 亦都特別感謝這一年來社會各界 市長、醫療團隊幫忙 未來在大過了之後 亦都會回報社會 另外在地震中 痛失一對兄弟的吳明、柯、童、董慧娥夫婦 一直盼望能夠將小孩生回來 去年做了兩次人工受孕 終於在2號下午起獲千金 市長賴清德亦都帶來續報 圍觀鎮災戒滿一年 活著的人正為了生活努力打拼 來自社會的愛心關懷 協助這些受災戶 拋開過去影響新生的未來 四年一次的嘉義新港 鳳天宮元宵遙境 7號上午展開 為期五日四夜的遙境活動 張行經雲林嘉義六個鄉鎮 除了媽祖聯架 沿途還可以看到貼鄉條 點氣還有媽祖出秦陣頭等等 這些特殊的宗教儀式 起碼炮一點代表嘉義新港 鳳天宮今年的元宵遙境活動 正式展開 鳳天宮元宵遙境的活動 四年才一次 同樣是信徒的資深藝人朱哥亮 這一次和嘉義元長張花冠 鳳天宮董事長佛達王 一起點起馬炮 開台媽祖的聯架 重新港出發之後 五日四夜的行程中 會經過雲林嘉義 遙境活動 除了媽祖的鎮頭 亦都有貼鄉條、點氣等 具有歷史以及文化傳承的儀式 苗方亦都希望透過媽祖聯架出秦 替全台灣的民眾 祈求一切平安 封條與信 深不適的白煙墜落 畢竟水中央去年封閉之後 令到很多還未去過的民眾 覺得遺憾 而在三支的北伯鄉 亦都有一處水中央美景 一大片水田坐落在山林間 遠跳觀音山、大屯山 還有美麗的倒影 令到很多人都搶著前往印相 成為打卡的新地標 清澈的水面 折射出的光線 令到地面上的人物和景物的倒影 閃閃動人 靚得就像一幅畫一樣 四周備觀音山、大屯山、 綿天山環抱 短跳還有台北港 無論是日出太陽倒影在水面上 還是日落、紫星晚霞圈染、水天日四 三支北伯鄉道的水中央 在一日中的各個時刻都各有神韻 就好像已經封閉的白煙聚落水中央的翻版 不過這樣的景致原本是種蓮花的水梯田 因為入洞加上有福壽裸 當地民眾乾脆將蓮花都鮮清走 意外成為了美麗景致 但亦都因為突然湧入的觀光人潮 令到民眾擔心 這裏遲早變成第二個白煙 由於這裏的道路兩邊沒有滑切紅黃線 民眾將車輛大量停在路邊造成倒失 因此核區淡水警分局決定 每逢假日都會對水中央的所在地 不白線做交通管制 請民眾配合引渡 才能夠擁有好心情 觀賞好風景 今天的粵語新聞已經播報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會